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告台語》 我是主持人徐光勇 立法院上個星期五三讀通過了選罷法的修正案 規定 懲犯 黑金 槍毒等等定驗者終身不得參選 這事情拉掉 結果這幾天 去南部拼選的侯友宜 面對這個議題 竟然立場變了 他也批排黑條款應該思考比例原則 還有違憲的問題 奇怪 你不是掃黑英雄嗎 你不是要掃黑嗎 掃黑要除惡勁嗎 怎麼這個時候變成你在替黑金槍毒講話了呢 另外他說要恢復特徵組 那要恢復特徵組難道沒有比例原則 難道沒有違憲的問題嗎 所以可能他還搞不清楚這些相關的問題 這句話可能會做進展 但是法律他不懂 所以可能人云亦云就跟著講了 何況你看他南下拼選舉 新北結果再度發生了槍擊案 還有樹林一對母子雙屍案 這是社會安全網的問題 他有真的把市政好好的做好嗎 講到這個議題 不禁讓我們哽咽 難過侯友宜 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麼 到了週末 我們看到侯友宜南下辦見面會 似乎只有他一個人一頭熱 不但韓國瑜郭台銘取消 高雄的行程不跟他見面 是故意的還是臭巧呢 結果連王金平週典論大咖見了他 也給他吃牌頭 吃了什麼牌頭呢 等一下我們來告訴你 另外從最新的民調來看 侯友宜的支持度一直沒有明顯的起色 而且是往下掉 是不是大部分的民眾對他看破卡手 因為他繞跑參選 繞跑參選還不積極整合燃營 似乎還要其他的人 好像要來拜託他一樣 欸 你是候選人欸 所以他到底累積了多少的不滿呢 而郭台銘這一邊 感覺私底下還是動作平平 阿朋友 是不是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呢 今天我們要深入探討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新北市議員張嘉玲 嘉玲 雍哥好 大家好 我們前新北市議員李昆成 雍哥好 大家好 來我們時事評論員 溫朗東 雍東 雍哥好 大家好 來我們財經專家 徐清王 清王 雍哥好 大家好 來我們的新北市議員 林菁姐 雍哥好 大家好 來我們的政治評論員 余玉妹妹 雍哥好 大家好 來我們看看郭 他到底怎麼一回事 侯到底能不能整合 看看相關報導 新北市長侯友宜回歸市政 推廣包種茶 但他民調告急 美利島電子報最新民調 他已經跟柯文哲死亡交叉 支持度剩下18% 柯文哲有25.9% 賴清德則是35.8% 正常國家基金會的民調則顯示 如果能侯郭配 侯友宜可以以30%的支持度 逼近賴清德的33% 柯文哲只剩下20% 但如果郭柯配 賴清德支持度有34% 柯文哲支持度也衝到27% 換侯友宜21%墊底 郭台銘會成為這一次總統選舉 尤其是這一個藍營 就是非力的陣營的組合裡頭 最關鍵的因素 郭台銘挺誰 大大牽動喉科支持度 所以在侯友宜南下拜會時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就當面建議他 邀郭台銘擔任全國進總主委 屏東縣議長周點論 也要侯友宜趕快讓郭台銘釋懷 還有一個最新的訊息要告訴大家 這個柯文哲說要在金門 結果郭台銘聽說明天也要去金門 陳玉珍證實了 結果柯文哲跟郭台銘在金門見面 而金門縣的縣長是民眾黨的黨員 這下子侯友宜可緊張了吧 不過他要更緊張的是這個 2024年奈清德獲得36.4%的支持 侯友宜只有27.7% 柯文哲呢23.1% 這是我們看看ETtoday做的 奈清德36.4% 侯友宜27.7% 柯文哲23.1% 你看這個趨勢綠藍 這個算作半藍 好我們再來看 另外一個 這個是我們看看 財團法人正常國家文化基金會 總之政國會做的 三個人參選 奈清德領先 南清德34 侯友宜23 柯文哲23 無法選出了20 重點在這裡 柯文哲跟侯友宜是打平手 但是這裡面還有更多值得大家去探討的 所以我要請親王把相關民調更細節的分析 給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們來了解 來 親王 對 因為今天有三份民調揭曉 讓大家知道 我覺得這對侯友宜來講 只有五個字可以形容 叫做越看越緊張 那什麼叫越看越緊張 剛剛勇哥在講的那兩份民調裡面 你可以看到第一份勇哥在講的民調 這個侯友宜跟柯文哲的差距是差4% 然後是侯友宜贏柯文哲大概4%左右 但是第二份政國會所做的民調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是侯友宜跟柯文哲 兩個人的支持度的範圍呢 已經是23% 23% 也就是兩個人落差是零 那我來講一下這兩個民調 其實還有個最有趣的是 賴清德已經把領先的幅度拉開了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賴清德 把領先的幅度拉大 但大家觀察指標出了賴清德的領先幅度之外 第二個觀察指標就是侯友宜跟柯文哲 之間支持度的變化 為什麼 因為大家在觀察是 到底會不會出現柯文哲超過侯友宜 而之後出現棄保效應的狀況 什麼是一回事呢 因為剛剛講是兩個民調 但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告訴大家 今天其實有三個民調 因為第三份民調 就是由美麗島電子報所做的民調 也就是說國內民調專家戴立安所做的民調 那戴立安的民調的特性是什麼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戴立安的民調特性 你可以看到他是長期追蹤長期做的 因為都是戴立安做的 所以他問的問題大致上相同 所以他看的是一個趨勢 所以他把他自己在美麗島電子報做的民調 跟另外一家媒體所做的民調 他把他累積起來做統計 讓大家看趨勢 結果哇 不看還好 一看嚇一跳 為什麼 為什麼我說後遺會越看越緊張呢 你看 在這裡面賴清德支持度呢 跟他上一次五月上旬做相比呢 五月下旬這一份是這個五月二十三到二十五做的民調 賴清德支持度是三十五點八趴 跟上次做相比呢 小幅度的增加 但是令人吃驚的在這裡喔 侯友宜的支持度竟然大跌喔 從上次的二十六趴跌到這一次最新數字是十八點三趴 各位十八點三趴是跌破兩成的概念喔 但讓人家更訝異的是柯文哲支持度從二十二趴 緩步的上升到二十五點九趴 而五月上旬到五月下旬發生什麼事情呢 最大的事件就是國民黨確定徵召侯友宜在五月十七號的時候 所以美島電子報這份民調是在上個禮拜三到禮拜五的時候所做的 所以他反映的是五月十七號的這個那個國民黨確定徵召侯友宜之後 發酵一段之間之後的民意的變化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喔 侯友宜的支持者等於從侯友宜這邊可能移動到柯文哲這邊去 所以柯文哲的支持度從二十五點九呢 比這個侯友宜的十八點三趴請問差多少 各位關鍵數字是這個七點六趴啊 這七點六趴不是一趴兩趴 你可以用誤差範圍去解釋的 所以我們要告訴大家裡面有三個很重要指標 其中之一就是柯文哲跟侯友宜的支持度發生的變化 那一旦當侯友宜落後於柯文哲 而且幅度達到七點六趴的時候請問會發生什麼事情 各位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二零一五年國民黨上演的幻柱事件 而且是由現在的主席朱立倫自己親手換柱的事件 當時洪秀柱支持度是多少 洪秀柱當時支持度是十六趴 讓國民黨立法委員覺得說 如果這樣算下去 我的立委我就不用算了 所以當時國民黨把洪秀柱也換掉 可是當你看到侯友宜的支持度十八點三趴的時候 請問一下國民黨現在要選立委的人會不會緊張 難道對國民黨的第二個問題就是 七月三號的全代會真的沒有換侯的可能性嗎 看到這個民調 我覺得國民黨也要緊張起來也不是有侯友宜要緊張 這是第一個凸顯的問題 第二個要凸顯問題是什麼呢 是同一份美麗島電視報民調 他有調查 他這叫國政調查 國政調查裡面有調查所謂的信任度 那這信任度呢 你知道在二零一二二年 就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侯友宜的信任度 非常信任跟還算信任加起來 你知道是幾趴嗎 加起來是七十六點三趴 很高 七十六點三趴 今天這一份是二零二三年五月份的信任度 國政民調的信任度的部分 你知道侯友宜剩多少嗎 多少 四十五趴 哇 掉這麼多 從七十六點三趴 非常信任跟還算信任 掉到現在是四十五趴的非常信任跟還算信任 所以這個大幅下跌的狀況呢 我覺得侯友宜聽了真的是要越來越緊張 這個在他們英文叫做Primid 像千球狀的掉下來 你也可以用這個斷崖式的下滑 斷崖式的下滑 也是一種形容詞 可是在裡面呢 我跟你講另外一個狀況是賴清德 理論上坦白說 賴清德應該會面對他執政的包袱嗎 結果呢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就去年民進黨敗選之後 賴清德的信任度 還算信任跟非常信任 加起來是五十點四趴 你知道現在二零二三年五月 你知道賴清德信任度是多少嗎 多少 非常信任跟還算信任加起來是五十一點三趴 是不跌反正 就即便民進黨現在是執政黨 但賴清德的信任度竟然是往上升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侯友宜調幅度真的太大 然後賴清德再往上升 那裡面還做了一個很有趣的調查 什麼調查呢 這裡面在調查三個人的鐵票的程度 你看賴清德的支持度 跟柯文哲支持度和侯友宜 三個人支持度裡面 你知道賴清德鐵票有多少 就堅定不移 我只投賴清德的這個鐵票 有二十五趴是只投賴清德的鐵票 那會投賴清德認為說 我不是因為鐵票我挺他 只是因為我挺賴清德這個人 大概是十點三趴 可是你知道在柯文哲跟侯友宜的鐵票度是多少嗎 鐵票度在柯文哲跟侯友宜呢 柯文哲是十一趴 侯友宜也是十一點一趴 那這告訴你什麼事情呢 對於國民黨或對藍營支持者來講 沒有非侯不投 換言之他在侯友宜跟柯文哲之間 他是可移動的 那既然是可移動的話 那你就會注意到一件事 當柯文哲跟侯友宜支持度 再回來看這張圖 柯文哲現在爬到了二十五點九趴 將近二十六趴 侯友宜跌到十八點三趴 這些藍營的鐵票 我們剛剛說侯友宜的鐵票是多少 在一趴十一點一趴 那也就是他還有七趴多是可不可以移動 可以移動 換言之在柯文哲跟侯友宜之間 開始出現移動的狀況 那這個氣保狀況 有可能就會發生 那我們觀察指標就是什麼 觀察指標就是接下去 國民黨有沒有可能上演 換侯的戲碼 會不會上演換侯的戲碼 不過鄭國會的民調 也一樣顯現出 耐清德的領先幅度是擴大 怎麼來看 今天早上鄭國會基金會 也公佈了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剛其實那個用狗也有提到 這個這個三個人 三個人民調 現在就是 賴清德是三十四趴 那侯友宜跟柯文哲都是二十三趴 那也就是驗證了說 其實現在賴清德的民調 就是一支獨秀 他是穩定領先的 而且這穩定領先幅度 大概是稍過大概八到十趴左右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安全的一個數字 然後現在看到就是說 侯友宜跟柯文哲 兩個人是都是二十三趴 那剛剛金王所講的 其實柯文哲已經掉到第三了 他已經掉到十八趴了 所以說現在就是說 侯友宜 侯友宜現在已經掉到第三名了 所以說現在的格局就變成說 現在是賴清德穩定領先 然後是柯文哲跟這一個侯友宜 兩個人在搶誰是第二名嘛 然後在這份裡面來看 兩個人是大概都是第二名 看是誰是有可能掉到第三名 但是在這個梅利老電子報裡面呢 侯友宜已經掉到第三名了 那現在來看 那說為什麼會掉到那麼多呢 那其實應該都是有原因的啦 我們來看就是說這個侯友宜 賴清德 侯友宜 柯文哲 三個人競爭 都是誰當然當副手 那如果賴清德當然是自己三十三趴 那如果說今天侯友宜加上郭台銘 因為侯友宜現在已經被這個國民黨提名 所以說如果郭台銘加上這個侯友宜的話 當然侯友宜民調會上升 上升到三十趴 他有上升大概是這個七趴左右 那如果是柯文哲呢 他現在還是二十趴 那現在如果有去囉 現在有去的事情就是說 如果郭台銘 郭台銘他今天不是跟侯友宜 郭台銘今天是跟柯文哲在一起呢 今天如果是 郭台銘跟柯文哲合在一起 那柯文哲雖然說 現在是代表民眾黨要來選這個總統 但是我們知道說 其實柯文哲是非常有彈性的 所以說今天如果說在民眾黨裡面 郭台銘是總統 然後柯文哲是副總統的話 這民調會爬到二十七趴 爬到二十七趴的意義是什麼 他已經領先侯友宜的二十一趴了 所以說剛剛這個用狗不是有提到一個 最新的消息 在明天 在明天在金門 陳鈺銘說這個郭台銘跟柯文哲 兩個人會共同抬轎 會一起扛轎 一起扛轎子 這就表示說 如果兩個人 就算現在沒有兩個人 把他配在一起 但是如果兩個一起合作的話 是有可能爬到第二名 然後讓這個侯友宜掉到第三名 所以說現在這個掉到第三名的危機 對於侯友宜來講 就是非常非常的緊張了 那但是說為什麼會掉到第三名 其實會掉到第三名我覺得也是有原因的 不可能說無風不起浪 現在就是說新北市民或是全臺灣 我們先看 在全臺灣來講 超過半數的民眾五十三趴 五十三趴 他是不支持侯友宜落跑選總統的 有五十三趴是不支持侯友宜落跑選總統 你看過半數是不支持 他現在就是落跑選總統 其實市政就顧不了了 後話照事情 基本上跟落跑選總統 這兩件事情就互相矛盾了 然後這個更這個更值得這個侯友宜去顯示說 為什麼他的這個民調會掉這麼多 這個有超過半數的民眾五十一趴 的民眾認為侯友宜應該辭職 侯友宜應該辭職五十一趴 而且在這個民調裡面 也有超過四成是泛蘭跟國民黨支持者 認為侯友宜 他應該要辭職 然後在新北市市民來講 有超過五十七趴 在新北市市民來講 超過五十七趴 認為說侯友宜 他應該要辭職 那所以說我覺得這些情況 這些情況累積起來 就造成說侯友宜現在民調 為什麼第二名不保 有可能掉第三名 那接下來說近五成的民眾 大概有四十三趴民眾 認為說 如果我早知道侯友宜 他要選總統的話 我去年的市長選舉的時候 我就不會投給侯友宜 所以這部分的話 真的要還給林佳龍一個公道 因為其實去年在問他的時候 問侯友宜 他就說好好做事 問你說你是不是做了半年之後 你就落跑去選總統 侯友宜都跟你說好好的做事 如果現在已經確定了 他要選總統 有百分之四十三的民眾認為說 早知道這樣 我今年就沒辦法投給你了 那所以說他的票數 有辦法還拿到這麼高嗎 那最後一個 就是他先騙了票 騙了票呢 現在要騙了錢 所謂騙的錢是什麼 選舉補助款 選舉補助款 也有百分之四十五的民眾 認為說 你竟然要去選總統了 那是不是你這個三千五百萬 這個選舉補助款 你應該要捐出來呢 所以說就侯友宜來講 他這個是這個民調 他老二已經守不住了 當年老二守不住 調到第三名的時候 那非常可怕的情況 就是說像坐在我對面的經捷議員 他現在要參選立法委員 小雞會不會緊張 小雞也會緊張 剛剛簽罵我提到說 為什麼要換住 換住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說那些小雞動不住 這個母雞會壓死小雞 雖然小雞也沒不住了 小雞沒不住的情況是會不會去換這個侯友宜 我認為是不會 但是說有沒有可能跑去支持郭台銘 支持柯文哲 我認為是有可能 頭霜頭霜我也知道 菁姐其實跟這個郭台銘也是不錯 那是不是有可能很多人跑去支持郭台銘 支持柯文哲 這就是國民黨裡面在接小雞 他必須思考的事情 菁姐 麻煩 上面換住有一個叫做換住的死亡交叉點 差不多十六趴七十八趴 這已經接近了 這有可能會換掉 會不會 不會 我覺得當然我們剛剛提名到現在 兩個禮拜多 還不到三個禮拜 十七個 那我覺得就是說 當然是不是有一個機構的效應 就是說美麗島電子報 我覺得當然我們要 美麗島電子報 都是在修理理應的 我不知道 因為各家所呈現出來的 都不一樣 裡面還有ED today 我覺得還比較精準一點點 就是說他起碼沒有寫公式 那從這一個民調上 從侯友宜在十二月份 民調有三十九點九 到了今天十八點三 總共掉了多少 掉了二十一點六 侯友宜做了什麼 請問各位觀眾 侯友宜做了什麼 好像他也沒有什麼做錯 在新北好像也沒有什麼做 犯了很大的錯 等一下 等一下我把幾個新北的事情 讓大家了解他到底有沒有做錯 為什麼會血崩 這幾乎來講就是血崩式的下滑 就是什麼都沒做 我覺得他從兩個禮拜前 兩個多禮拜前 被掙扎之後 民調一度下滑 我們也在找原因 為什麼會這樣子 當然我們會覺得就是說 國民黨有某些一些所謂的知識欄 經濟欄 那對郭台銘是有期待的 那這一方面不瞞你說 從聯合報 這個上個禮拜所做的民調 他是跑到這個 也不是跑到賴清德 也不是跑到郭台銘 他是跑到哪裡 魏表泰嘛 跑到的這個區塊 我們覺得就是說 翻來的支持者有一部分的這個知識欄跟經濟欄 他是跑到魏表泰的這方面去 賴清德沒有受益到 柯文哲也沒有受益到 那我覺得就是說 新北市長侯友宜 在這三個禮拜當中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怎麼會民調一路往下掉呢 怎麼會 我一直覺得 這個是不是有一點 我們還要是值得探討的 要回去分析 當然我們今天看到 我第一次看到今天的民調 今天的民調 因為沒有沒有民調是跌破二十八的 不管是第二名第三名 侯友宜的民調都是往下滑的 我們來講一下 到底侯友宜做了什麼事 為什麼民調會雪崩式的 這樣子 叫做千錘式的Promit這樣掉下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大家都在問 不過等一下我們有一趴 會告訴大家 我們有一段要告訴大家說 好事都沒發生 難事先發出一大堆 為什麼 就像我在開場的時候告訴大家的 有一對拇指 就這樣子往生 這是社會安全網 而同樣的事情之前已經發生過了非常多次 請問一下 新北市政府有沒有處理 等一下要告訴大家 槍擊案又發生了 等一下要告訴大家 不過我們要先來看 侯友宜來訪稱對高雄不太熟 侯友宜去高雄訪問 竟然說我對高雄不熟 所以他去拜訪王 結果鬧出了這兩件事 自己承認他對高雄不熟 你對高雄不熟 他還講一句話 我以前到高雄都是抓壞人 這句話高雄人跳起來 意思說我們高雄都壞人 到高雄只會抓壞人 我們高雄都是壞人嗎 侯友宜說 這幾次選舉感受到高雄人愛這片土地 他在講什麼東西 這兩句話似乎有點矛盾 侯友宜現身高雄粉絲見面會 支持者呼籲要跟郭台銘合作 問題是他的見不到郭台銘吧 為什麼 大家來看 說好見面卻不見 相見不如懷念 韓國瑜 郭台銘放鳥他嗎 侯友宜說我和郭台銘 韓國瑜都是兄弟 朋友 都會為中華民國同心向前走 打拚固土地 絕對沒問題 絕對沒問題 人家就不見你啊 人家明天郭台銘 要跟柯文哲一起去金門啊 侯友宜南下拜會請益兩岸問題 王金平說他很贊同馬英九的看法 馬英九的看法是什麼 一國兩制九二共識 所以侯友宜你還要再躲九二共識嗎 你如果贊同馬英九 那你就是贊成九二共識 你就是贊同一國兩制囉 你為什麼不說出來呢 所以我們再看郭台銘最新發聲 沒有談政治支持者高喊說全民連署獨立參選 再看看王金平建議找郭台銘當競選主委 當競選總部的主委 侯友宜怎麼回覆 怎麼回答大家聽 侯友宜說謝謝王金平給很多的寶貴意見 對國家發展和兩岸穩定會有很大幫忙 大家繼續攜手合作 你到底要不要找啊 有沒有想去找啊 你也講一下嘛 結果又是不回答 我們再來看 批侯友宜尋求西津案祖賢吳光遜支持 侯友宜罵人家說牛鬼蛇神 所以民進黨說你跟詐騙祖賢要鈔票還是要選票呢 再看看與涉嫌西津炒股案的吳光遜餐序 侯友宜說尊重地方黨部的安排 你不是罵人家牛鬼蛇神 不是講說這些詐騎集團不要在一起嗎 要跟黑金劃金界限嗎 結果他這兩天去高雄就是跟吳光遜吃飯 國民黨選辦法修法投反對票 不是要反黑金嗎 選辦法修法要反黑金反槍圖 結果國民黨反對 也就是說民進黨就批評他說 侯友宜嘴縮反黑金身體挺黑金 也就是說侯友宜嘴巴在反黑金身體挺黑金 所以他說選辦法太嚴格了 應該讓這些黑金槍毒的人也有參選的機會 這就是侯友宜的意思嗎 猜蛋牛鬼蛇神說 侯友宜拜會週典論和南部好朋友感情都黏在一起 他不是說人家是有問題了嗎 結果感情連在一起好說到這裡 哇這個問題可大了 美美要怎麼來看 我想侯友宜最大的問題在於說 第一他本質專業能力的不足 然後第二呢 他對內人和也有問題 他組織空戰能力他陸軍空軍 他通通都有問題 基本上是我認為他最大的錯誤就是 他根本不應該參選總統 我覺得這是他最大的錯誤 我們第一個來講 他遇到問題 我先說他跟郭台銘關係 明明郭台銘的動向 我必須要講 這是國民黨乃至於柯文哲未來的重中之重 你看他民調太清楚了 郭台銘往侯友宜那邊去 侯友宜就仗起來 柯文哲就小轟 往柯文哲那邊去毫無懸念 必然侯友宜就是老三第三名 穩坐第三名 那只要讓柯文哲做穩的第二名 他就可以操作氣包 這是侯友宜最大的夢魘 請問一下他怎麼處理郭台銘的問題 你就看到這個人從內到外 從本質到能力完全的不足 我們的好朋友光晴在別的節目有講 因為他跟郭董也很熟 一直要幫他這個過程他都很了解 他就公開講我請問你 他怎麼見得到郭台銘啊 他說當侯友宜聲勢很好的時候 郭台銘要見他 侯友宜就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 當侯友宜聲勢下來 郭台銘上去的時候 郭台銘只要打個電話給侯友宜 侯友宜就很殷勤的接電話 到最後壓爪落口的最後跟稻草是什麼 就是在公佈前 主旅人不是跟他講嗎 只要你能夠勸退侯友宜 我就提名你對不對 那如果照光晴說法應該是說 郭台銘就瘋狂的打電話給侯友宜 怎麼樣子就是不通就是不接 到最後郭台銘拜託柯文哲 去跟侯友宜聯絡 那到底是柯文哲發功還是怎麼樣不知道 到最後侯友宜真的有回撥 可是回撥的意思就是說沒有辦法 大概就一切都按黨的規定安排 那如果光晴這個陳述 依照我記憶中他這些陳述來看的話 你如果是郭台銘你驗得下這口氣嗎 那我覺得郭台銘現在是這樣 反正他現在是諸法皆空自由自在 他是自由人 你從他的臉書來看請問一下 他話都沒說誰 他雖然他以前說死的最大錯誤是說 我承諾我一定會支持侯友宜 所以他這個讓自己未來受限 可是他的心還沒有死 看在幾點更 你看他發臉書什麼 他說我最關心的是青年的未來 他們講AI 有怎麼樣講一點講一對 我們要科技要怎麼樣怎麼樣 要表現出他的能力嗎 接下來他明天他要去金門了 陳玉貞的安排嘛 那你看他去金門 那這裡面他是有底氣去的 他去金門侯友宜沒有辦法去 柯文怎要去 兩個都要在金門過夜 請問一下郭柯會不會業會 會不會講些什麼 不知道啊 但是是非常有可能 會不會業會 金門就那麼小 非碰面不可 如果說是新北市 或者是高雄市那麼大 有山上有海邊 而且金門那麼小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業會要會多久 兩個都要在那邊過夜 我請問你 再來 如果是郭台銘 現在太自由自在 為什麼造反有理嗎 誰叫你朱立倫 當初搞我嗎 他已經累積一大堆同情票 第二 牛鬼蛇神 一堆派系 還是在他身邊 不是嗎 說真的啦 這些地方派系 這個金捷員 不好意思 國民黨那地方派系 常常 長久以來很多就是利益取向 國民黨現在有什麼利益給他們 朱立倫又看不起他們 侯友宜過去也沒有給他們 所以郭台銘當然是個非常好的 他們未來這個可以結盟的對象 郭台銘是有這些底氣的 那你看看他連見周典論 侯友宜要見周典論 周典論是什麼態度 只是他沒說我閉門謝客而已 不是嗎 所以在這邊我就郭台銘 最後我就講 他閒閒的 他可以算什麼 他其實非常聰明 他只要跟跟柯文哲靠近一點 柯文哲聲量再拉高一點 如果柯文哲比如說 如果照這個美利島的民調 侯友宜這樣雪崩式的下跌 沒有起色 而郭台銘可以 柯文哲可以長期 比如說要接近三十趴 甚至站上三十趴 或者不用到三十趴 領先這個侯友宜 在一定的程度之上 郭台銘這個時候壓寶 我壓到你柯文哲身上 我們到時候王子復仇氣 我首付復仇氣 我們做第二搶第一 藍營可能有一些人 真的會棄保你看得到那個選票的流動 為什麼生意人不可以賭一把呢 這個是侯友宜最大的夢魘 可是到今天侯友宜從態度到能力 招架無力 我們看看侯友宜敗會一個小時 談什麼呢 週典論說 我建議他要讓郭台銘釋懷 換句話講 由週典論的講法 就知道郭台銘沒有釋懷 密談一小時內容曝光了 週典論示警說郭柯佩 看好不是柯郭佩 是郭柯佩 所以郭柯或柯柯 這兩個是很有玄機的 那明天在金門 這個有意思 呼籲侯友宜主動溝通 否則非常危險 而且週典論連接都不接他 派個他女兒去接 然後總統候選要來 地方的議長竟然連接都不接他 這是我看到這麼多的選舉以來 第一次看到 真的我第一次看到 怎麼一回事 對啊 不接他 至少也是有見他 那像是郭台銘直接閃了 說那邊場地太小 然後就取消 韓國瑜說他在出國 所以不方便見侯友宜 所以侯友宜遇到的是說 他是一個人的武林 沒有人要去見他 原本郭台銘是國民黨 想整合的對象 所以朱立倫就想 他還要跟黨中央 就希望說把副總統 讓出來找郭台銘來接 結果侯友宜他要去找什麼管中銘 他覺得是說 我不要管郭台銘 管中銘比較好 科威智恩比較好 然後現在說 要找郭台銘當總幹事 那你不當副總統 當總幹事總行了吧 侯友宜就在那邊講廢話 在那邊打 那我覺得除了他沒辦法 去整合郭台銘之外 另外問題是他先去講 台南人摸馬丘 結果現在去了高雄 你跟高雄不熟這沒關係 很多人對高雄都不熟 結果你講說你去高雄抓壞人 現在是怎樣 高雄的民產是壞人是不是 這非常的這個離譜啊 高雄這麼多東西可以講 你可以說你去高雄的農邊 看到陳青湖 陳青湖跟自來水公司現在在運作 你以後當總統之後 你只要怎麼樣促進他的觀光 你可以去爬壽山 柴山 告訴大家說這個愛河跟這個 這個整個西池灣的這個景色 未來的觀光上可以怎麼發展 你到了小港那邊去攀大屏 你去看飛機起降 你也可以去講說 小港機場要擴建 還是要搬遷 然後北邊還有連池灘 還有大槓山 這麼多東西可以講 就你完全都不知道 高雄所有民生你不知道 所有古蹟你不熟 結果你說高雄來這邊就是抓壞人 所以我覺得對Holy來講 他自己的問題非常大 包括呢是說 他說他現在選的原因 在屏東去見周典論 這個時候說 因為有盧州阿婆 說他在新北做得不錯 這個盧州阿婆蠻有意思 我剛剛還忘了講 奇怪以前有個淡水阿嬤 現在來個盧州阿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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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